L Robinson 文娅 我昨天玩劇本殺手有你就覺得你可好看 我今天玩拉得殺手有地方讓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當時你不是也很很會玩嘛 怎麼又現在說呢 怎么有些人说 不是说有不开心的事要当时说 但是不开心不是因为你就是他们老是就是说你说我说你不会玩就是老是说你很容易抿身份 说因为当时他不会玩然后他们每次一开牌嘛 然后他们就看成立一拿牌什么表情 然后他就直接抿成立身份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可无语他们这个动作 真的吗你当时不开心啊就因为我有点不开心因为他们因为他们一大调侃我对他们在调侃他就说 说他不会玩了就是不是没事你不会玩又说他是通过我的表情来猜我是什么事 所以什么很好抿然后一抿出你的身份就很好判断其他人是哪一边的反正就会这样子来抿 然后他们老是就我感觉就有点不是很舒服 但我没什么好说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那种就是开玩笑没有什么恶意 但就是会让我听的不是很舒服 然后呢 然后然后你就看着我觉得我当时还好看 没有当然觉得就是觉得可无语 所以他们就觉得觉得他们可能 可不好就是就是开动玩笑不太友好 他们就老是就是让陈律看身份说只要陈律拿奥牌他们就全部人盯着陈律看 然后说你看看吧你看看吧我看看你什么身份的名义表情 对啊然后所以说他后面的发言也就是挺对人的那种 我从后面直接带对他后面就还挺厉害的 但是我我当时一把也很厉害第一把我狗 我当时就我当时我都我根本就我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放那些人身上我就是我当时在跟VC 李朝他们打王者因为我本来我也不会不怎么会玩我根本就没放那个注意力上我根本就不care 对我刚刚就觉得可无语然后他后面他就玩的很厉害就觉得那你觉得我好看的地方在哪呢 你化妆然后又又就是很好看那我昨天是棚头购面的我就带了一个帽子然后头发是炸起来的 就那种飞一天头发然后就去玩然后他化了妆很精致很好看就那样节奏我很好看对啊 而且他们都看得出我们两个是一对的感觉真的吗 我们两个我大概百分之百看得出来你看等下玩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喝水 然后我就去买一瓶水然后就一起喝那一瓶水然后他们就有人看我们两个一起喝那瓶水 对我们是个陌生人玩就自己去拼组对啊自己去拼的组 我我一开始以为你很会很会玩就是就是也很爱玩这种需要我以前我以前喜欢玩现在不爱玩现在感觉费脑子 我以前我刚玩这个男人杀的时候我是17岁的时候还是16岁的时候玩吧那会通宵完那会在手机上软件通宵完晚了早上七八点啊大家想让他很火确实现在不爱玩 对啊昨天就不是很开心就觉得他们哎老实说他但我也不什么好说不然好像讲不然个很小气对开不起玩笑一样啊但是你后面你用别的方式 互助了呀 对啊很不错没有他最后一把是这样子因为最后一把最后一把 我最后一把第一轮发言我觉得我发言挺好的然后当时就很多人就信我就跟着我走了 因为大家前面他们盘子有点乱然后后面我是第一轮最后一个发言的嘛 然后最后一把他们就是就是挺相信我然后就很多人跟着我走 然后当时他是狼因为我第一回合我就盘他是狼坑里面的人然后他就敲闭跟我说 说刚刚有个人跳了一个白痴他是假的我是白痴 然后后面我就相信他了 然后后面我的发言就就感觉第一轮其实我觉得他是铁狼 然后后面他说他说刚刚有个人跳白痴是假的说我才是他就叫耳边偷偷跟我说 我是故意的但是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场外信息要他说出来才会用不然感觉我们就是在 其实我是狼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偷偷交换什么样的我想骗他 但是他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就很想保护他 他就一直后面就一直帮我 保着他到最后一轮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然后他不相信我了 因为只有一批狼了然后又没有预言家当时就必须得推他 然后我当时我发言我说还是说不要投五 就说他五号说不要投五我们投那个八看他是不是白痴他是白痴啊他就扛推 如果不是的话再投五然后然后他们说不用投了直接投五就把他投出去了 他骗我说他是白痴一直骗我我还相信了就是 因为他当他那一局玩得很厉害他都带队的快要 然后大家都挺相信他的 但我还在帮他说话那我帮他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盯着我 其实因为当时我也没在好好玩我边我边在玩然后还在打王子 然后我就只能寄希望于他我翘翘翘翘的别说啊为什么那个人说他是白痴啊 白痴是不是不能跳出来的啊其实我才是白痴 可不易 当时就相信我了 就你这样跟我说了就就我肯定会相信你啊无条件相信你 就算就算一开始那白痴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都很做好 但我后面还是怀疑那个人了 哈哈哈我觉得他打倒勾我觉得他肯定胜了会往那倒勾狼我就怀疑他 哎呦这招还挺好用的 骗我啊就天天骗我盯着把我当傻子骗 怎么叫傻子骗呢就是就是 这叫心甘情愿 嗯对不对 嗯对 一个愿意就是骗一骗一个不是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才愿意被他骗他 怕你知道这是假的 嗯对吧 那我最后本来是投了你 喜欢我吗 废话吗 我就想听 我喜欢你 喜欢你一身一身粉 嗯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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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不对